随着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停火的呼声高涨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军事援助以色列 引发了各地抗议示威不断 直指美国与以色列共谋 对加沙无辜平民实施大屠杀 美国不断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引发民意反弹 大批巴黎斯坦支持者 在加州奥克兰港举行示威 抗议美国向以色列输送武器 要求立即停火 多名示威者登上弦梯 阻止货船使力 只船上装在美国供给以色列的军火 目的是支持以色列屠杀杀杀地带无辜平民 稍早有船员罢工 拒绝沉印这批货物 示威者希望发动更多船员 阻止美国军援以色列 巴以新轮冲突爆发后 美国紧急向以色列输送大量 航空炸弹 炮弹等武器弹药 拜登政府日前向国会提出 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军事援助的 特别拨款请求 与此向对照 其承诺向加沙地带和约旦 和西岸巴勒斯坦民众 提供的援助为1亿美元 在爱尔兰首都都波林 3号晚间有大批民众 为巴勒斯坦死难者举行烛光祈祷 他们怀抱血迹斑斑的白色包裹 指这些都是以色列用美国提供的武器 杀害了五股婴儿 巴西里约热内卢海滩上 沉溺的这营运同样冲以惊心 120块果实布上 是每一个在炮火中 丧生的加沙儿童的名字 以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 有标语质问 这都是为了什么 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至今 导致超过9800人死亡 其中就有3600多名儿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里斯的集会 也有数以千计民众参加 他们拉着巨幅的巴勒斯坦国旗 一路向国会大陆悠行示威 指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 母内军事报复 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一场大屠杀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年余九旬的阿根廷活动家 埃斯基维尔参与游行 并发表演讲 埃斯基维尔号召各国民众 持续示威 直到以色列停止火炸加沙 直到巴勒斯坦 真正建立自由主权国家 封号卫士 风格报道 封号卫士风格报道